大S和汪小菲的互私之乱言烧多志 两人一路从床垫炒到信用卡账单 没想到今天还多了新角色 那就是跟大小S很要好的康勇哥 蔡康勇八志无预警清空微博 有人猜他是想借此默默力挺大小S 也有人说他是不想躺魂睡意外引爆讨论 其实上个月底蔡康勇就曾在IG晒出几段语录 上面写着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你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 原来这些也都是能力啊 说出好好之后 试着别理所当然的接着说怎么我都没有 你没有理由有所以你没有 多这一句话就从羡慕者变成嫉妒者 极端话中中国文就立刻质疑 他是在暗讽汪小菲 气得跑去他的IG留言嘛 不为是的垃圾云南怪气 直接说啊你支持谁 而今天他又被发现将微博内容设为仅半年可见 并取消所有关注 只剩下系统预设的小帮手账号 对此蔡康勇经纪人表示 持续跟大小S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曾经关注的账号变动非常多 想要再慢慢整理一下 至于有人猜测他是不想介入大王之战 他也表示大家都是成年人 一定会慢慢找到互利工生的方法 当事人都很努力 我只有祝福